我偷偷講一件事情 我昨天去錄影 摔一跤 現在手還痛 不能講出來 摔一跤 還痛 你知道為什麼痛 因為我一下暈眩 我們一車門把開了 蹦還跌倒 其實我們 你們看 現在有很多政治人物 講八卦 我都覺得 他是躲在床角 去在聽 到來到你的花園 挖呀挖呀挖 然後呢 像 葛齊塞 葛菲斯 他講八卦 我就覺得 他的可信度是有 但是有時候 你知道嗎 挖太深了 合併 這個世界很小 都會碰到面的 我記得有一次 是趕高鐵 還是幹嘛 還是錄影的時候 講那個 那個鄭仲英 鄭仲英不是跟 陳萬寧離婚嗎 我們就在節目中講 分手很難看的 夫妻黨 我就講了他們 一個是不給善養費 一個是怎麼樣 因為都各說各話 我說對不起 我沒有問過當神 因為兩個都是好朋友 我只能說 嗯 這個真的是 相愛容易相處 我不知道 你要我講什麼 我每次只要出門 我不穿拖鞋 這第一件 第二 我出門一定是 博妝 打個淡妝 因為我有吃慢性疾病用藥 其實我的膚質不好 不要辣黃 因為我們總是出去會見到人 這個就是 天蝎做一個個性 就是去到哪 總是要表現最佳完美 我偷偷講一件事情 我昨天去錄影 摔一跤 現在手還痛 不能講出來 摔一跤 還痛 我為什麼痛 一會一下暈眩 我命運車門打開了 蹦還跌倒 對 就這樣 好了 夠了 我 中我的 從 說 早 來 我 就是 感谢观看